称龙一等奖是240元 一个系只有三个名额 称龙二等奖是100元 这名额要多几个 还有个称龙三等奖 是60元 307寝室也有个拿三等奖的 是年纪最小 整天挂着耳机背单词的履验 这奖学金发的 让苏靖挺受打击 虽说还有国家奖学金还没公布发放 按两个奖学金能重复领取的尿性 苏靖觉得自己多半还是没戏 大一上学期 他的确是蹦跚得有点欢 摆脱了辛苦的高三 考上华清大学后 苏靖需要放松下自己 他加入的社团也不少 都是些花架子 不像杨永宏目的明确 就是为了拿奖学金才加入的 苏靖能考上华清当然是聪明的 在别的地方放松一下没毛病 在华清这种强人被出的地方 这一放松就争不过别的同学了 吕燕年纪最小 反而比苏靖沉得住气 因与竞赛失利了 人家在别的地方没放松 拿个三等奖 苏靖不是缺带六十块钱 他是心里不舒服 同一个寝室八个人 四个拿奖的 四个不拿奖的 没拿奖的肯定不好意思 一时间 307寝室的气氛还有点怪 夏小兰问苏靖 大家约定的规矩还贴在墙上呢 你下学期想承包寝室的卫生打扫吗 苏靖瞪他一眼 少用激将法 我不吃这套 他不吃这套 寝室里其他人还是吃的 周立明也没拿奖 但他看得开 道 努不努力 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我们的耕耘不够 要想拿奖 今年就认真点 考进华清是很优秀 但进了华清 大家起点又一样了 大家都聪明又努力 要想脱颖而出 那就只有比其他人更努力 苏靖可以不在乎奖学金赖钱 但奖学金本身他是在乎的 大家都是华清毕业的 毕业分配时谁去好单位 学校只能根据学生在校期间的表现来 拿几次奖学金 得几次先进 凭优有没有 这些都刷满了 那就是好的学生 最好的学生 肯定得往好单位分配 单位也愿意要 全寝室 恐怕只有拿一等奖的夏小兰 不在乎工作分配 她对自己的未来规划很清晰 就算分配了工作 也干不了多久 她这么努力 不是为了拿奖学金 是喜欢挑战 不想辜负这大好的光阴 需要能多学点知识 但拿了奖学金 夏小兰也没缴情到不要 寝室的气氛调节好了 夏小兰想着兜里的240块钱 心情真不错 之前她要上缴的 等她妈从阳城回来后 知道她拿奖学金肯定很高兴 她妈到了阳城 给她打过个电话 也和李凤梅成功会合 现在应该再选货吧 刘芬这一次去阳城 的确算比较顺利 一上车 她就谁也不理 别人和她搭讪 刘芬本来就不是话多的性格 她也不嫌无聊 火车哐当哐当的慢慢开 她自己带了书看 要一个人管两家店 管理上有小蓝帮她 像这次去选货 刘芬就比较紧张 衣服要是没选好 那可是七八万的货 压在手里咋办 还有两家店的装修 加起来十来万 两家店差多投资了二十万 退出商都的服装店经营 她大哥和嫂子补偿了十来万 剩下的却是夏小兰向银行贷的款 欠银行的钱就是欠国家的钱 钱要是还不上 刘芬夜里都睡不踏实 刘芬这年纪的人 脑子里根本没有当老赖的想法 就知道不能欠国家的钱 这是非常不对的行为 就为了银行的欠款 刘芬也不敢松懈 她自己要是不学 还真的全指望店员对服装店的生意上心吗 这也是刘芬当时听了汤红恩的表白 手足无措 却没说被吓坏的原因 包括离开玉南省到京城的这些天 刘芬也不太去想这件事 人的精力有限 生意占据了她大部分精力 她哪有空去想汤市长说的话 可到了阳城火车站 她不想也得想 因为司机小王在站台上等她 刘芬给夏小兰打的电话 第一次没说实话 她不知道要咋说 到了京城 再出门进货 没有商都那么方便 介绍信就不能用陈旺打开的 汤红恩早替他们母女考虑过这个问题 是让鹏城住金办给刘芬开的 这还用说吗 刘芬只要一用这个介绍信买票 汤红恩这边肯定能得到消息 她就掐了时间 在阳城火车站这边等 汤红恩要是在站台上 刘芬能扫得满脸通红 换了小王要稍微好点 却也有限 刘阿姨 领导在车里等您呢 小王这小伙子 积攒多年的聪明劲都用在了此时 刘芬还发愣呢 她已经接过行李 塞进了车里 还把车门给刘芬打开了 刘芬随身带着点钱 但她换洗的衣服和介绍信都在行李袋里 她能继续在站台上傻站着吗 车门动了一下 坐后面的汤红恩好像准备下来 刘芬只能硬着头皮上去 汤先生 您好 除了这话 刘芬实在不知道该说啥 幸好汤红恩这次没有再说一些奇怪的话 她道 我来阳城开个会 想到你今天差不多该到了 就来火车站碰碰运气 现在看来运气不错 你这次来阳城进货 应该要耽误挺久的吧 有没有消熟的招待所 刘芬松了口气 道 小兰她舅妈也来了 她比我先到 我和她住一块 汤红恩也就没有多说 让小王按照刘芬给的地址开 车子行驶在阳城的街道上 营链有几辆车开过来 小王眼神好 小声说了句 领导 好像是小杜先生的车队 不用理他 直接开过去 汤红恩这车不是他日常坐的那辆 杜兆辉那边也不可能认出来 双方错身而过 杜兆辉果然没有注意到 杜大少爷有心事 这个心事还是姓夏的带给他的 夏子玉搞了个预言成真 的确有点将他唬住了 但杜大少爷也不是一般人 让他屁颠颠去找夏子玉是不可能的 推而求其次 他决定先把夏家人给赎回来 车子很稳 车祸事件后 杜兆辉还是有教训的 倒不是说他一下子就懂重视普通人了 而是他发现路上走的普通人 可能不普通 内地不像香港 有钱人都恨不得在脸上写着有钱 没有豪车豪宅 小报就写某富豪要破产 比富豪次一等的生意人要是不炫富 合伙人都觉得你资金恋爱甚至有问题 内地就不同了 别说高级定制的西装皮鞋 连穿品牌成衣系列的都没有 领导都是老干部风格 在杜兆辉看来土的要命 俗话说人靠衣装马靠安 这话在85年的内地行不通 杜兆辉已经吃过一次亏 不愿意再惹新的麻烦 现在车速降低了很多 因为不知道康连明在憋着什么招 杜兆辉现在的策略是少惹麻烦 他手里拿着一张字条 颇为玩味 字条是前两天有人送到夏大军手上的 丢下字条就跑了 夏大军按照那人说的地址找过去 是一个小发廊 要杜兆辉说 就是变相的红灯区 不过地方是找到了 夏大军却没有找到人 他一个坐轮椅的 要是没有人帮忙 谁理会他 现在夏大军也在车上 坐在杜兆辉身边坠坠不安 杜兆辉扫他一眼 道拿到字条就该告诉我 你自己去找 找到吗 夏大军被杜兆辉说得抬不起头 他的确是高估了自己 大少爷 对 对不起 大军 这不是麻烦 你替我挡了两次灾 我说我要照顾你的 杜兆辉随便两句话 夏大军一个大男人 感动得要命 夏大军是看杜兆辉忙的公司的事 就想自己把事情解决了 哪知道最后还是要麻烦大少爷 开始还说让人陪他来扬城 后来大少爷还亲自来了 夏大军能说啥 就是整条命给杜兆辉 都还嫌不够 杜兆辉把字条递给坐在前座的保镖 白珍珠在这里一定能认出来 这就是和他交过手的那个 阿华 你看看 阿华把字条翻来覆去的看 大少爷 球就是真的 这日字条怎么带出来的有点奇怪 我们就当他真的遇到个好心的客人吧 现代人明显是被转移了 我们和小发狼计较没意思 就算把小发狼的人抓了 他们也不会说 这种事 还要找杨成的地头蛇帮忙 把人给熟出来 既然是一起被拐骗的 肯定是同一个卖家 阿华的意思很明白 找到了夏洪侠 基本上就找到了王金桂和夏洪斌 这三人是一起被拐卖的 都在一条线上 他们要是去逼小发狼的人 就算把夏洪侠找回来 现却扯断了 那剩下的两个人就找不到了 能干这种事的 必然是个不小的团伙 怕被暴露 一旦打草惊蛇 这些人到山里挖个坑 把王金桂和夏洪斌埋掉 一聊百聊 上哪找人去 阿华说的 杜兆辉能理解 杜家的生意本来就半黑半白的 杜兆辉在香港时没少接触 他觉得人命不值钱就是这原因 干走私的 内哄的有 黑吃黑也有 还有和条子火拼 填多少条命都不够的 夏大军似懂非懂 他只知道 大少爷为了他家的事 专门跑了一趟阳城 费心又费力 现在还要和阳城道上的人见面 阿华见杜兆辉有听的意思 就继续往下讲 上次和我在医院交手内阁 我们下来也查到了他的背景 他姓白 是阳城人 家里以前是开武馆的 在阳城很有名 交出了不少弟子 不过后来武馆没落了 现在他就是在鹏城做生意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白家武馆的牌子还是能招到一批人 我们这次找的 是阳城道上这几年冒头很快的新人 这人手下聚集了一批三轿九流 从火车站延伸到外面 问他找人 肯定错不了 阿华心想 夏大军的家人下火车就被人骗 人就相当于在火车站丢的 要说那个姓科的不知道也有可能 这种事可能他们紧常干 也不是每一桩买卖都要汇报给老大 这些话阿华就没说了 他就只是个保镖 把自己知道的情况说了 要怎么分析 那是老板的事 保镖和老板当然有界限 保镖是被雇佣的 老板是发薪水的 阿华觉得 夏大军和老板就超过了这条界限 夏大军看不清自己的位置 阿华也不会说啥 或许夏大军和老板经历过不止一次生死 老板真的带夏大军不一样 杜兆辉听了阿华的话想了挺多 他之前发的那些悬赏令 赏金高达百万 对内地的吸引力应该很大 但至今没有消息 有也是假的 想骗钱的 有钱不想赚吗 只能说道上的人赚不下这钱 杜兆辉要找的人 要不就已经离开了大陆 要不就被人灭口了 杜兆辉亲自去找柯一雄 给足了这个混混头子面子 一到地方 柯一雄已经在等着了 年轻 两个人都很年轻 杜兆辉打扮张扬 柯一雄仆实实的 长了一张和气的脸 脸型的轮廓不够分明 显得人畜无害 就这样一个人 是杨成道上的新秀 杜兆辉觉得这人有点意思 也感觉内地对涉黑势力的打击是真的很 要不怎么了 就让一个年轻的冒头了 肯定是老一辈的都被收拾的服服贴贴 老老实实窝着不敢动弹了 柯一雄也在打量杜兆辉 一见面 他就觉得香港的阔哨不好对付 想要从对方手里骗钱不容易 有人精灵外露 有人的精灵是藏在骨子里的 柯一雄认为杜兆辉是后一种 然而他也并不是想骗钱 让香港老出几万块钱 不是柯一雄的目的 杜老板 道上早就听闻大明了 能和杜老板见面 真是三生有幸 杜兆辉让阿华把字条给柯一雄 然后道柯老大是吧 我登门是有事相求 让柯老大帮忙找三个人 事成之后 自会按规矩送上酬金 柯一雄装模作样的仔细看字条 杜老板请坐 情况我先了解一下 只要人还在阳城 一定帮杜老板找到 这话说的 那要是不在阳城呢 超出阳城范围 要帮忙的代价自然不一样 柯一雄好歹是个混混头子 本人就住在一个普通的平房里 外面的巷子 窄到杜兆辉的车都开不进来 房子外面破 里面也没有多豪华 柯一雄还邀请杜兆辉坐下喝茶 喝什么茶 中老年人爱的东西 杜兆辉从来不喝茶 他都怕掉漆的木凳子 会挂坏自己的裤子 杜兆辉忍着不舒服坐到椅子上 要不是为钱为全 谁会在道上混 真他妈以为江湖好混啊 讲义气都是做给下面的人看的 要是不这样搞 谁还替老大卖命 杜兆辉自认看透了这些道上的人 毕竟杜家也一直是涉黑的 柯一雄过得这样清贫 是事业还在草创期 故意做给手下们看的 年纪轻轻能忍得住不享受 杜兆辉难免会高看柯一雄三分 就是这三分高看 才能让杜大少爷坐在破凳子上等消息 一旁的夏大军搓着手 满脸都写着交集 就怕年轻的柯老大问了情况 回复说找不到人 那夏大军就没辙了 小发廊能是年轻姑娘呆的地方吗 夏大军自从知道小发廊是干啥的 就担心的不行 他和夏红霞没那么亲近 但夏红霞也是他侄女 夏家的名声已经够糟糕的 现在那些人应该不会骂小兰是破邪了 因为小兰成了大学生 但老家的人要是知道 红霞在小发廊待了这么久 唾沫心子都能淹死人 夏家人连头都抬不起 赚到钱不敢回老家 有啥意思 夏大军就看着年轻的柯老大 让一个叫曹六的人进污问情况 曹六舔着脸笑 老大 这种事您又不叫弟兄们干 肯定不是下面兄弟做的 只要人不纠责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把三个人找出来 曹六苦着脸下去 夏大军觉得有点戏 就这样轻飘飘说两句就行了吗 杜赵辉一口都没碰桌上的茶 他站起来 道 柯老大 如果有消息了 就让人知会我一声 我住白云宾馆 柯一雄没强留 能把杜赵辉引来见一面 已经挺意外了 原本还以为杜赵辉是假装重视身边的保镖 柯一雄都要换个方法了 没想到杜赵辉还真的肯来 不过也就这样 杜赵辉亲自来一趟已经很有诚意 就算把下家人送过去 杜赵辉多半不会再出面 这边出力 杜赵辉付钱 赢获两气 柯一雄笑容满脸送杜赵辉出门 杜老板 我这里还有另一桩买卖 杜老板或许会感兴趣 等我把人找到会和杜老板谈新生意 现在的人 怎么动不动就要和他谈生意 夏子玉那个土包子是怎么回事 杜赵辉还没搞懂 杜赵辉现在有点警惕 换了笑脸道 买卖嘛 好说好说 可老大 杜某人就近后加音了 和杜赵辉的车队擦肩而过 汤红恩没多想 杨成离鹏城正静 他能来 杜赵辉自然也能来 汤红恩也没自作多情 会觉得对方是冲着他来的 对杜赵辉这人 汤红恩的观感不太好 刘芬不认识杜赵辉 夏小兰出车祸的事 本来也瞒着他 刘芬和汤红恩坐一辆车 本身就比较紧张 哪有心思去管别的 汤红恩没再表白 没把话题停留在两人的事上 问了他不少生意上的事 知道他一下子要拿两个店的货 这个工作量真的不轻松 汤红恩也听出了刘芬话里话外的担心 他想了想 语气轻松道 刘芬同志 你可能不知道我第一次见你是在哪里 和汤红恩说话 不知不觉就被他带跑了节奏 刘芬就奇怪了 第一次见面 就是在鹏城的小渔村 他记得汤红恩的眼镜摔碎了 临了雨半夜发烧 大家一起将他背去医院 不是渔村 是在阳城的一家酒楼 你当时和小兰在吃早茶 好像很不习惯酒楼那种环境 酒楼吃早茶 那是小兰第一次带自己到阳城的时候 刘芬当时比较忐忑 根本不记得酒楼里有汤红恩 汤红恩那会儿连刘芬长啥样都没瞧清楚 现在说起来 仿佛他那时候就开始关注刘芬一样 汤是长幅黑的一面 展现的淋漓尽致 他继续道 你那会儿和现在不太一样 我不是说你的外表 而是刚进城的紧张无措 刘芬同志 我这样说并不是嘲笑和轻视你 其实我很惊讶 你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从被小兰带着出远门都紧张 到自己南下进货 你进步得很快 你看这世上大部分人被拴死在固定的一个地方 哪里都不敢去 也不敢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这一点你已经走在了大部分人前面 没什么好紧张的 你拿一万块钱的货是怎么做的 拿十万还是能做 非要说有什么不同 那就是拿十万的货 你能谈更低的金价 汤洪恩这段话 绝对是发自肺腑的 他有意留分 很重要一点就是欣赏留分的任性 别看留分瞧起来老实芭蕉 他比好多男同志有勇气多了 都是被逼到没办法的 并不是人人都有勇气改变 有些人越是困境越违离 这有些人还不是少数 刘分听呆了 特别是汤洪恩最后一句小幽默 让他忍不住嘴角上扬 和汤洪恩共处一事 只要汤洪恩愿意 除了紧张 他还能让别人感到愉快 刘分都没控制住自己 尽管这个笑容非常短暂 因为他又想起了自己和汤市长之间巨大的鸿沟 他不敢在汤洪恩面前这么随便 会让汤市长误会 谢谢您 感激是很感激 汤洪恩越是胸襟宽广 博学体贴 刘分越是清楚和对方的距离 他凭啥能配得上这样的男人 汤洪恩看他笑容出现又收敛 知道刘分多半又要说两人不合适了 总是被拒绝 谁也不会高兴 没等他开口 汤洪恩就抢着说话 好像到了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招待所 抬头一看 还真到了 光顾着听汤洪恩说话 刘分都不知道车是啥时候停下来的 小王握着方向盘一脸无辜 尽量把自己的存在感降低 人到中年的领导忽然要谈情说爱 他这也当司机的能怎么办 不给领导制造机会 分分钟就有更机灵的新人抢走他的工作岗位 汤先生 谢谢您 既然到了地方 刘分就赶紧下车 和汤洪恩待久了 很难不对他产生好感 汤洪恩也不勉强他 他又不是着急结婚 抓紧机会和刘分多相处 这件事的进度 汤洪恩自有打算 不能让刘分忘记他的存在 也不能逼得太急了 那我就不送你进去了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汤洪恩把写着自己办公室电话号码的纸条塞给他 冲他挥挥手 小王一踩油门就跑了 就是当初夏小兰 百般抱大腿 拿到电话号码也只能联系上小王 这就是差距 夏小兰不服气都不行 车子开走得快 刘分提着行李 捏着手里的纸条觉得很烫手 他手忙脚乱的 将纸条揣在行李袋的小侧包里 走了几步 又把纸条翻出来放在裤兜里 他也解释不清自己这样做的原因 不敢深想 提着行李袋走进招待所 掏出介绍信 说自己找李凤梅 二楼四号房 自己找 招待所的人丢给刘分一把钥匙 态度一点也不和爱 刘分想起夏小兰交的销售技巧 招待所和国英商店这种地方的工作人员态度差 刘分是习惯了的 也不仅是阳城 商都那边也这样 有了钱 他都不愿意逛百货大楼那种地方 买个东西还要看人脸色 让他心里不舒服 他现在觉得小兰说的对 顾客花了钱 就要让顾客感到高兴 同样是卖衣服 蓝凤凰的店员客气又热情 百货商店的售货员态度傲慢 蓝凤凰的生意就该比百货商店好 没有卖不出去的衣服 只有不努力的销售员 刘分梅和招待所的前台计较 抓起钥匙就自己上楼 他自己没意识到 汤洪恩的肯定 让他多了许多自信 拿十万的货和拿一万的货 真没差别 就像汤市长说的 他应该争取更好的条件 在陈希良那里拿的货 可以当即兑换款式 在其他摊位上为啥不行 批发的摊贩要是不同意 他就威胁他们换地方拿货 钱在他兜里 他想在哪里拿都行 外人可不知道 他和嫂子李凤梅是分开经营了 只会看到他们有三家店的规模 三家服装店 规模都不小 一个季度能削不少衣服 就该享受优惠的待遇 周成回京很突然 没能及时打电话联系 也没有电报和信件 他直接把十家人安顿好了 才到华清等下小兰 年轻人谈恋爱本来就想黏着 周成和夏小兰虽然年前见过 中间发生的事 让他特别想见见自己媳妇 他还记得自己给夏小兰 当过军训教官的事 偏偏小兰还拿了军训优秀毕业生 怕被人看见误会 周成戴着个帽子 等在夏小兰宿舍楼下 他这样子鬼鬼祟祟的 宿管阿姨都上来问了好几遍 周成只能把帽子摘下来 宿管阿姨看小伙子长得实在俊 语气瞬间就缓和了 你找谁啊 我帮你叫一声 啥等到什么时候 宿管阿姨一边说话 忍不住都要多看两眼 真是俊 有点黑也不影响这俊俏 谢谢您嘞 我找建筑系的夏小兰 您能帮我叫一声吗 找建筑系最漂亮的那个 阿姨的眼神意味深长 周成笑了笑 我是他哥给他送点生活费来 真是哥嘛 那兄妹俩长得可真不像 但周成也长得好 宿管阿姨没多问 真的上楼去叫人 三明期的夏小兰 你哥找你在楼下等着呢 赶紧下来 夏小兰在寝室洗头 听了这话简直莫名其妙 他哪有什么哥 难道是陈庆吗 开学前 把陈家托他带的东西送到对外经贸去 陈庆还真是在给某个教授打杂 跟着教授到外地开回去了 夏小兰只能把东西留下托别人转交 钱却不好让人帮忙 就又拿了回来 给陈庆留了盐 让他有空了来划清 草草擦了擦头发 夏小兰下了楼 宿管阿姨折指门口 夏小兰没瞧正脸就认出来了 哪里是陈庆 是周成 夏小兰的心情瞬间雀跃 这个惊喜挺大的 他小跑着过去 喊了一声 周成 周成转过身来 黑眼眶有点明显 一瞧就是没睡好 怎么连头发都不擦干 三月份气温还不高 周成怕他感冒 让他一定上楼擦头发 别急 我又不走 你擦了头发 我还在楼下等你 夏小兰的头发的确还湿漉漉的滴水 早知道是周成 他一定会在意自己的形象 也没废话 夏小兰上楼不仅擦了头发 连衣服都换了 周成还在原地等着 头上戴了顶帽子 把他大半个脸都遮住了 现在是下午五点了 你今天还有课吗 夏小兰摇头 周成就说带他出去吃晚饭 夏小兰觉得周成今天有点不对劲 瞧起来满腹心事 哪一次见面 他都没有这么老实 夏小兰一开始还以为是在学校的缘故 可出了校门 两人找了家吃饭的店 周成也只是握着他的手 没有亲亲 也没有抱抱 他男人啥时候成了柳下慧了 要不是周成的工作性质特殊 绝对没有接触年轻女性的机会 夏小兰就要怀疑 他男朋友是不是有了异样的心思 夏小兰也没迂回 等着上菜的功夫 他就把一律问出口 周成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你愿意和我讲讲吗 周成比上次见面还瘦 一看脸色就是睡眠状态差 到底是什么事 压得周成喘不过气 夏小兰想替周成分担 两人谈恋爱 又不是只能和周成傻乐 周成将他手包裹在掌心 媳妇 让你跟着我 没过什么好日子 你还要和我家里人打交道 要替我管钱 要担心我在外面出任务 别人出对象 不像你这样辛苦 我都忍不住怀疑 是不是我太自私 把你缠着不放 让你没有别的选择 夏小兰越听越不对劲 她把手抽出来 道 我咋听着你这话 像要和我分手一样 触对象是周成提出来的 夏小兰也对小鲜肉怦然心动 没拒绝周成的示好和追求 不过周成有始至终态度都很坚定 一副非她不取的架势 夏小兰对周成的感情也越来越深 从谈场风花雪月的恋爱 到以结婚为目的的交往 夏小兰是一步比一步走的认真 她没让周成一个人努力 一个女朋友该做的 夏小兰自问是及格的 周成要铁了心题分手 以夏小兰的脾气绝不会歪缠 但她一定得知道原因 哪怕周成说喜欢上别的姑娘了 不管那姑娘有没有她漂亮 有没有她优秀 夏小兰都能接受这理由 爱情本来就是不讲道理的 她长得好看 当时很轻松地获得了周成的好感 不代表周成不会喜欢上其他有趣的灵魂 夏小兰把手抽了出去 还问她是不是想分手 周成迟疑了有三秒钟 她媳妇的眼神都不对劲了 这种时候 周成的求生欲很强 坚定道不分手 她把夏小兰的手重新抓过来 继续道你就当我是个自私的混蛋 我知道当君嫂辛苦 但我不想对你放手 刚才一副掏心掏肺 要说临别之言的样子 现在马上换了态度 这果然是有问题 夏小兰不想被周成握着手 使劲几次都没挣脱 这次周成知道要牢牢抓住了 周成 你到底是什么狗毛病 想一出是一出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和我讲 我听的 无缘无故说这些话 夏小兰想不误会都难 周成有一肚子话要说 要不也不会安顿好十佳人 立马就来找夏小兰 但见了夏小兰 她又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她最近的想法很消极 夏小兰问是不是想分手 周成想到魏娟红嚎啕大哭的惨状 有一瞬间 她真的想顺水推舟 这在她看来 是放小兰一条生路 如果不和她出对象 小兰不用操心那么多事 她的时间那么宝贵 脑子又聪明 在华欣念书已经是在迁就她 小兰可以一路念下去 哪里是她人生的高峰顶点 周成也没办法估计 为了她 小兰在妥协 周家人也不是个个都好相处 她妈之前多挑剔 现在对小兰的认可 是小兰花了多少心力换来的 从一开始她提结婚 小兰激烈反对 到主动和她说 本科毕业就先结婚 这些妥协 不是因为小兰怕她 是因为爱她 周成又不是瞎子 咋会看不见小兰的付出 就是因为看见了 她那一瞬间才会迟疑 如果不和她出对象 小兰完全不需要这些妥协 周成的胜负情绪 也就持续了那么短短的几秒钟 她承认自己是个自私的王八蛋 一想到没有她媳妇的日子 她可能连一天都过不下去 和两人异地不一样 哪怕不能通信和见面 彼此的心是靠近的 要是和小兰分开 那就是面对面遇见 小兰也不是她媳妇了 周成完全不能接受 夏小兰说她是狗毛病 周成承认 她都觉得自己此时 像一条黏人的赖皮狗 搂住夏小兰不能放手 这一放手 说明小兰就把她给踹了 小兰最后一次任务 有个战友 在我面前被走私贩的手泪炸死了 她本来可以不用死的 因为那个走私贩靠我最近 想对付的也是我 但她把我推开了 夏小兰本来在挣扎的 文言都忘了要动 周成将她搂了个结结实实 别动 让我抱抱 周成把她搂着 好半天没说话 直到饭店的人敲门 人家要上菜 夏小兰拍拍周成的背 道 我在呢 你慢慢说 菜上齐了 夏小兰也没心情吃 可她瞧着周成是真的瘦 想想周成刚才说的是 夏小兰心想 难怪看着憔悴 这得是多大的心理压力 一个活生生的人 要是当着夏小兰的面被炸死 她晚上都睡不着觉 而且炸死的是周成的战友 还是为了救她而牺牲的 周成的心不是硬石头 她怎么能好受 周成 我肚子饿了 先吃点东西 吃完饭我们再详谈行不行 周成点头 夏小兰给她加什么菜 她就吃什么 食物美不美味 周成分辨不出来 但夏小兰给她加的菜 她也没剩下 自从石凯牺牲 这是周成吃的最饱的一顿 有夏小兰在身边 她感到心安 夏小兰也陪着吃了点 两人结了仗出去 一起走在京城的大街上 夏小兰大大方方地牵着她的手 周成把石凯的牺牲奖了 包括石凯被评为烈士 她把石凯的骨灰送回老家 这一连串的事 大的孩子不过两岁 小了才几个月 我看见位嫂子哭 真的害怕 不是害怕上战场 是怕自己出了什么意外 夏小兰就和魏娟红一样 周成被这种负面情绪 影响了挺长时间 这才有了之前古怪的态度 你怕当地的政府 不能给石凯的家人安排好工作 怕当地的医院 治不好石凯母亲的眼疾 所以你把石家人带到了京城安顿 周成 你在自责 在补偿对吗 夏小兰的后背 都被冷汗打湿了 只差一点 死的人就是周成 他不愿意瞧见周成 被人装在骨灰坛里带回京城 什么烈士的荣誉 夏小兰不想要 周家也不会稀罕 夏小兰尊重死者 感激那位救了周成的烈士 他也庆幸 周成还活着 活着比什么都强 命都没有了 还谈什么爱情 亲情 周成是自责 相补偿 夏小兰一点都没反对 他自己都感激得要命 只要周成活着 物质方面的补偿和照顾 难道不应该吗 听说周成把石家人带来京城 夏小兰没觉得麻烦 她既后怕又感激 你把石开母亲安顿在哪个医院了 这件事你要和关阿姨说的吧 阿姨肯定认识好的医生 我们请最好的医生给她治眼疾 这是我带给你的麻烦 有时候想一想 夏小兰捂住她的嘴巴 不要说了 这不是麻烦 你不知道我有多感激石大哥